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11月5日 上午9点多钟 两辆车开进了山东省苍山县公安区 里面走出五位穿军服的人 他们直接走进公安局办公大楼 办公室工作人员以正常的待客之道接待了他们 却发现他们有些异常 关系后到了接待室 发现两个警卫站在门口 这个五内呢以后坐到这个三民军馆 在公安局内部摆出这种警卫模式 气氛一下子紧张了 为首的一位看似大教级的军官员 他们是中央特使 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要求 有一个大校 这个态度很强硬 过来呢以后要见我们一局长 你马上给你局长联系 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我们就有密令 有密令向他传达 即使密令就不能随便询问具体内容 但以这种方式向公安局长传达命令 见所未见 工作人员马上报告了 正在外面处理公务的公安局长 蔡纯良 蔡纯良局长命令工作人员认真接待他们 同时请苍山界物装部出面协助接枪 以便印证他们的身份 苍山物装部的杨文元副部长接到电话 第一时间赶往公安局 现物装部的通知非常负责任 及时给林云云局 上几年机关做了汇报 通过物装部的通知 对上合适 公安局内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在家的政委周震和副局长左岳泰 刚刚接到泰纯良局长的电话 受命负责接待这五位不速之客 他们似乎没有耐心等待泰局长的消息 直接冲到了正美的办公室 现物装部的杨文元副部长也及时赶到 在银头碰钉 这三个人都回避 我问你是要退休了吗 快休了 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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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不让 你得 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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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什么 回避 来 回避 回避 好 回避 回避 这是我们不让 你出去啊 回避 回避 由于他们自称是中央的特使 杨文元和公安局的一些工作人员配合他们出示了工作证 工作证拿出来 喂喂 工作证拿出来 稍等一下 工作证拿出来 别学习 还有东西看看什么 因为我们病实就在我们病实的自己的单位在我们公安机关工作 他们到我们单位来介绍我们的证件 这也不符合筹理 可是反过来 公安局要查验他们的证件时 他们变脸了 你手握一握 这个招你认识吗 我不是不认识 我不认识 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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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农业 行 证件上显示的公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 他们称该机构隶属于中央警备局 我们仔细看的时候 他们尽量避免着让我们看得很仔细 这也露出了他们的一些破绽 因为这个我在第一次接触这个孤兴的时候 看他证件的时候呢 就感觉了以后 这个有百分之八十的八五是假冒 除了证件存在假冒的现役 他们的服装同样引起了欢迎 真正的军服要有资历张 姓名张 还要有兵种符号 你看这个兵种符号 像个姓名牌 他这个没有资历张 没有资历张 没有姓名牌 这就说明啊 他们这个 呃 着装 不是很鬼伴 证件和着装都露出了马脚 难道他们是假冒的军人吗 即便是 他们赶到公安局招摇撞骗 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破绽在一点点的显露出来了 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所谓的密令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对太平洋局长本人宣布 你告诉我你 你给我打开了吗 军车为什么没有军牌 长长的匕首又说明了什么 马脚越路越多 骗局无法掩盖 一个所谓首长的电话 能否挽救假军人的命运 假军人擅闯公安局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在周震政委的办公室里 五名不速之客 仍然在对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发好事令 不长时间安排的 你看 天网栏目正在对公安局 来 麻烦你 打身一张这个 拍下来 这就是朋友 他领导有多大 什么重要 这就是检查工作 我说查得领导 你多大件事领导 你说什么 你不要放在这 你说什么 坐坐坐 坐坐坐 那个这是我们的部长部部长 这个 这个 不要介绍了 我只跟你们才去那种具体 啊啊啊啊 这 嗯 到底部长部的数量也在 他们一再惠莫如深地强调 要对蔡纯良单独宣布密令 而且让众人回避 经过周震政委与他们的沟通 他们故作神秘地透露出一点信息 工作人员再次把他们的要求 通过电话传达给蔡纯良局长 蔡纯良局长据此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以后受到的命令我考虑不会传达到这么极限公安机关 并且这个严格的一样 真传达有命令也应该足以传达 所以单独的从中央之间下来 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到年底 或者在程序上应该说是不合适的 所以根据此情况 分析这一会假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了稳住他们 蔡纯良局长决定先不回局 选择在外面遥控指挥 知识工作人员立刻向上级各有关部门汇报 查验他们的身份 并继续寻找他们作案的证据 停在院子里的两辆车成为查验的新目标 这种不配合本身就让人生疑 警察们很快发现了漏洞 他们这两辆车竟然都没有排照 在车后备箱里 明显的作案工具也出现了 另外还发现了一些假证件和假军装的饰品 证据越来越充分 情况不断汇总到周镇政委处 他仍然很有耐心的与这些假军人周旋 想弄清楚他们最终的目的 假军人渐渐发现 他们可能等不到蔡春梁局长出现 现场的局面对他们似乎越来越不利 这时一个电话打进来 假上位开始接电话 电话那头的所谓首长是真的吗 还是冒牌户 这个电话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电话 还是他们设计好的骗局 听了半天 所谓首长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指示 假上位让政委接电话 你接电话 你别告诉大便 请我给你发 喂 你好 哦 这个他现在出发了 哦 给你时间等等 那行 让你们来到哥们里头上接在手 好不好 电话的所谓首长呢 主要是贪量方面 一个是什么来人目的 来人目的呢 是卸调一干的 我从他口气上 这个 这个 包括他这种表达方式上 就进一步一样 这个是假的 表面上看呢 好像很正规的一个样子 但是从首长那些 他没穿递的信息 我们感觉啊 这个首谓的首长 也是假人 作贼心虚 企图溜耗 既然自投入 既能放火归山 行警 客警 纷纷出动 假军人 原形毕露 束手就擒 假军人 擅闯公安局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通过与所谓首长的通话 郑伟进一步认识了 这群人的身份 他们极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 他们这次行动 肯定与苍山县公安局 办过的某个案子有关 很可能是 您一起诈骗概念 但是在七两年 四千年 我向前请去了 会博 做了全面的研究 半个年 证据很暂时 没用意去 工作人员 已经把这五个人的相关信息 传送到北京的有关部门 去核实他们的身份 他们还在煞有济世的 等待蔡传良局长 时间越长 他们越不耐烦 他手是谁要出来 他手是谁要出来 他在这等会儿 等多少时间 下午 你别说明天 下午 郑伟反复劝他们到接待室 他们似乎觉得情况对他们更加不利 提出要到大门外的一号 遭到郑伟的拒绝 几分钟后 那个所谓的首长又打了电话 亚上卫没有什么新的信息汇报 再次让郑伟接电话 哎 你好 哦 这你通过整套程序 你发个空档 大概是什么就行 是吧 打个电话 哦 电话里的所谓首长同样提出 要他们到大门口等待蔡传良局长 而这对于公安局来说 太不合乎待客之道 他们自然不会这样做 那先让你们两个公子上街的事 行不行 上街的事 你们发部的首长 要让你们上大门口等 我说哪能上大门口 然后上街的事去等 这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文化 他们到大门外等啊 应该是 这个准备逃跑历史 有这么个迹象 啊 啊 啊 你这准备下午 准备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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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上街的事去 这上街的事去 好 好 这上街的事去 你首长下命 好 好 手长 这上大门口 三门口 三门口 这上街的事 这上街的事 我说真的上街 在工作人员的反复劝导下 他们才同意到接待室 等待太纯良局长 可是下楼的过程中 出现了意外 从三楼下来以后 到六楼 我们居住接来 是在六楼 上我们两楼的时候 被那楼梯哭了 楼梯哭 要下死 这时候呢 我们很有礼貌的呢 引导了他 上街的事 但是他们 不是在 这么轻软上去接来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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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出手 去去去 来来 过去 上街 去 谢谢 您 鞋饭 criminal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 离开我们单位 离开这个办公楼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些任何事 采取了一些 无稳的措施 让他们呢 到二楼加点时 再继续 我们有些问题和他们在进一步的做法 现在就是 说那边麻烦呢 进入接待之后 他们的态度和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 两个年轻人 神色中已经有些胆怯 其实最嚣张的假上位 不停的吸烟 当时 他把眼睛的这边看 对我啊 对我 对我 当时我眼睛进出来看了一下 他不敢告我证明记错 不告我第一次 看看无路可逃 已经形同瓮中之鳖 他们及时向所谓首长通报了情况 现在他们不允许我们到五十分前 现在把我们全部滞留到这个 今天吃 他们不为什么 他们很强硬 正位现在不在 又没过来 现在是一个拿摄像机的 一个拿照样机的 还有一个穿便装的 他们总的意思 就让我们在接待系统上 态度很强硬 我们要往处下说 他们强硬的拉我们 但是我们不能跟他们发生出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们的情绪更加着急 神情上已经难掩焦虑和恐慌 却还要把戏唱下去 他们改变了策略 提出要向政委宣布密令 啊 这个 dic면是 既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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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完成任务 我们也好做 不是 不像跟大夫 八户 都是一家人 嗯 就是 想说我们整个通话的话 可以 我们上一批 公安官 如果上一批 此时周震政委已经懒得再理他们 他和左翼太副局长 向蔡春梁局长汇报了现场发生的一切 一直认定这是一个诈骗团伙 只是还要等待北京方面的最后消息 军营局所长这件问题 一切是合作中事 即使给上级军事机关做了全面的汇报 通过海叉中央军委的游关机关 最后呢差十年没有这个单位 没有这身一的名字 最终确定了完全是假的 那就动手了 行政大队早就忍不住了 他们先从留在车里的那个司机动手 司机拒绝离开驾驶室 这个我进入的家事室里 把驾驶室有限人从车里面取出来 快点 这可不行了吧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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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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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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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动 行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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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报告我一下 上车 来 来 来 行不行了 复者 与此同时 三十名客警冲进了办公楼 分併把守住走廊楼梯 我们现在应该在您拖 怎么着呢 只待正位一声令下 他们迅速被五名将军人实施抓捕 下大命之后呢 我们就立即撑着些 两个人当时又分工 两个人呢就是空的一段 有了几个 但是动的不老 我给你 半个小时前气焰嚣张的特使们 此刻已经脱去伪装 暴露了原形 可是电话里的那个所谓的手掌在哪里 他们的这次行动 是否还掩藏着别的阴谋 暗中有案 一个巨大的阴谋 险些得逞 顺唐摸瓜 侦察员奔赴千里 知道假军人的脑潮 15个诈骗犯全部归案 他们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 假军人擅闯公安局 天望南部正在过处 6个假军人全部被当场抓获 他们承认是一个诈骗团伙 领头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手掌 警察从他们身上搜出了那份所谓的密令 其实是一份假冒的中央文件 内容果然与蔡纯良局长估计的一样 他们是想营救一个同案犯 张勇启 张勇启原是苍山人 谎称在北京有很强硬的关系 可以办理采杀证 骗取了一位老板的200万元 张勇启在这个团伙中是一个骨干成员 他身上还有一些可以骗钱的门路 所以该团伙精心设计了一个营救计划 想迫使蔡纯良局长放人 他们有个三姐 就是一手建了台北章 加入台北章不费喝 他们就把台北章带入 怕是他这个就是把这个放 在咱们封制了一个铺套 就是用约这个最近这个赛医上的 阴谋未能得逞 精心设计的营救计划 也变成了自投罗网的荒唐行为 据他们交代 他们的老巢远在广西吴州 那个所谓的首长叫周长盛 整个骗局都是他在遥控指挥 这个是中长盛安排 安排好了以后呢 我们过来的 侦察员顺畅摸瓜 乘胜飞机 直奔诈骗团伙的老巢 拍出贵地的感觉 只是当前就说 第二天下午来中 到达光修部署 这个叫约修公安证据 他们当地公安局呢 这个非常热情 这样子我们也是马不停歇 到了这个 他们在法令 辅助的瓦点 到了瓦点之后呢 一看 这个一切是这个认求的 他们的瓦点在 吴州市中山公园的山顶上 神秘而又隐蔽 侦察员在这里 发现了大量的证据 完全印证了 他们伪装军人 实施诈骗的行为 经向乌州当地的群众了解 他们不光假冒军人 还常常打着世界慈善总会的幌子 四处行骗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 军服都是从当地买卖的 还组织成员培训 发现了这个 有好几间房屋 里面呢 也是有大量的军长 有这个大校 上校 这个 中尉 少尉 这后的军长 本身就是军长 平方呢 这个外地 有一个 有一片空地 白了一派 这个 革命军企 18万军企 都有 还有一些 这个连工的一些器械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侦察员很快发现了 这个团伙其他成员的线索 经过紧密追踪 锁定了他们的具体位置 他们正在一个小酒店里吃饭 我叫他给这个 当地关系的 警方 因为叫他干了酒量 因为这个受联 我们在酒量里 把他抓捕了 四名反天 可是 这四个人中 没有守犯周长盛 这不出潘云峰的意料 因为通过电话 遥控指挥的周长盛 一定估计到 那六个人被抓捕了 他必然会选择逃跑 只是 他逃往何方了呢 经过图形呢 他们交代 就是苏范 周长盛 还有呢 这个章行严 全是 1月这个 4月6号的 下午才来 做这个 通案车 已经离开 这个光线 又经过 缜密侦查 发现 周长盛 和同另外三名 同案犯 已经逃亡武汉 遇到这个信息之后呢 我就安排 我新的教导院 走开 这个 零级 港广部判 开点工作 在当地 对方的 这个推荐下呢 他们也 12天的 4月7号 直接令城 发展者 在一个平安里 让那个周长盛 张献 还有 两名 密歇人 以及 打破 截至此时 以周长盛为首的 15名团伙成员 全部落网 周长盛 自知最大恶极 被抓捕时 竟然吓得 尿了裤子 从所谓的首长 变成一个囚犯 周长盛 对自己的行为 完全心智肚明 对他所策划的 营救行动 一直抱有幻想 有些个中华人 跟我过头 一件事 老人提出来 把案消了 等到小案 你都按以后 问完就有事情 我们能把供应事件做起来 就行吗 所以说 我就策划了这个事 这个 主要是 他们这个 芯片多年 始终没有 被抓捕 这个墓碑 所有人失破 他们实验上 可能也是心理变态 在参与这次计划的人员中 陈赫明只有21岁 是最年轻的一个 其实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一年前 一个团伙成员 向陈赫明承诺说 可以帮助他参军 体干 上军校 上军队级训练 然后 训练之后 就可以到兵了 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 家里 给打了65万 家里 替陈赫明 交了65万元钱之后 陈赫明就被带到了 吴州的基地 在这里 上了所谓的军校 陈赫明发现 有些不对 可是那时 他已经失去了自由 在一些所谓纪律的约束下 陈赫明如同被洗脑了 好些事情明明看着是假的 他也不敢再提出疑问 就是越来越相信这个机构 就是每次因为开会时间 开会次数多了 跟我们灌输 他的那个东西多了 就慢慢就相信了 这次去苍山 陈赫明只知道 去执行一个任务 具体干什么 他不清楚 也不准问 去苍山 他说是 一交犯人 我们警卫员负责 外部在说 警卫工作的门口 站好 就是 其实是 传达的密令 其他的我们不用管 就是让那些 那几个 带头来那三个 说就行了 我们在那里站住 陈赫明的遭遇 虽然值得同情 可是他毕竟是成年人了 应该有分辨 是非的能力 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如果他早日举报 不至于落到 现在的结局 很后悔 觉得很救人 觉得 很委屈 经过全面审理 这十五个团伙成员 已经有三年多的 作案历史 在山东 广西 内蒙古 河南 河北 上海等地 都曾经行骗 涉案金额 达八百多万元 由于他们屡屡得手 被成功冲昏了头脑 才忘乎所以 实施了这次 到苍山县公安局的 营救计划 别说警力了 就是我指导的 也应该是第一次 该冒充的军人 到公安就行 这就是 确实 在哪往为 有点雨上天开了 近年来 社会上冒充军人的诈骗行为 与有发生 而且手段越来越多 花样不断翻新 可是再狡猾的骗子 总有落马脚的时候 只要人们保持警惕 就一定能够识破骗局 我们 劝社会的 广大的干部群众 要进一步的 擦亮眼睛 人进去对待 所以公安警官来讲 是一支纪律部队 是国家的 老化的和成员 必须具有 闷锐的洞察力 和政治的面对下 只有怎样 才能通过一些 祖师骂局 来揭露反对 从而达到 正式反对的目标 外出散心 年轻女子 踏上不归柱 不破惊心 浪漫约会背后 隐藏惊天阴谋 手法娴熟 中年男子频频作案 屡屡得手 水是犀利案件 背后的连环杀手 案件背后 隐藏怎样的 畸形心态 哭泣的百合 天网南部 近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